西游记 地球日记 有生书系列 第26回 佛宝回归金光寺 唐僧师徒四人 艰苦跋涉 来到了祭赛国 他们走在繁华的街道上 看着嘻嘻嚷嚷的人群 一路上谈笑风生 突然间 悟空看见路旁 有十几个和尚 在沿街乞讨 他们的脖子 和手上都带着枷锁 悟空只给师父看 师父顿时心生悲凉 连忙走上前去疑问究竟 和尚们 什么话都不敢讲 他们把唐僧师徒 带到一座金光寺建的寺庙门口 寺庙的方丈 才告诉了他们事实的真相 原来 在这座金光寺 宝塔上 曾经安放着一个射立子佛宝 白天踩云缭绕 晚上光芒四射 方圆几百里的地方 都可以看见 周围各国 把这里奉为天府神经 年年都派人前来进贡 三年前的一个夜晚 天空中 突然下起一场诡异的血雨 污染了宝塔 从此之后 宝塔就暗淡无光 四周各国 看见宝塔 失去了以往的光彩和法力 就不再进贡了 民间流传 说这是因为寺中的僧人 偷走了舍利子 才造成如此后果 国王听了这种传言 就下令把寺中的僧人 全部捉走问罪 并且对他们言行逼供 有两个和尚 已经被打死了 唐僧听了之后 留下两行轻泪 悟空看师父如此伤心 决定要亲自探探究竟 当天晚上 唐僧来到了塔下 准备清扫宝塔 拜见佛像 悟空怕师父有危险 也扛着一条扫帚 前来陪同 他们先走进大殿烧香拜佛 然后就从下往上的开始清扫 一直扫到半夜时分 他们好不容易 扫到了宝塔的第十层 唐僧内德汉流加倍 实在扫不动了 悟空便对他说道 师父 你在这里歇息 剩下三层 让俺老孙去扫吧 说完 他便继续往楼上扫去 当他扫到第十二层的时候 他听见塔里有人在说话 他偷偷地 从门缝离网里看 只见里面有两只妖怪 正在喝酒猜拳 争得面红耳赤 悟空心想 一定是这些妖怪 偷走了塔里的宝物 他一脚踢开门 叫道 大胆妖怪 原来是你们 偷走了塔里的宝贝 妖怪见了悟空 吓得不敢动弹 悟空就把他们俩 用促绳绑了起来 逼问他们道 说 到底是不是你们 偷了宝贝 不说实话 可别怪俺老孙不客气 小妖们吓得个个发抖 他们颤颤巍巍地说道 孙 孙大圣 是万圣龙王 偷走了宝贝 大圣饶命 悟空又接着询问下去 得知那万圣龙王 和他的女儿 万圣公主 都住在离城不远的乱石山 碧波潭里 前年他们 招了个神通广大的九头驸马 使他用法力 让空中下起血雨 偷走了佛宝 为了给四中僧人 洗清冤屈 悟空就把这两个小妖 穿了琵琶骨锁起来 第二天清早 就带着他们去见国王 在国王面前 两只小妖毕恭毕敬 他们如实说明了 老龙王和九头驸马 一起串通 窃取佛宝的经过 国王听了之后 恍然大悟 他传旨 放了金光寺的僧人 然后又命令代位 陪同悟空 前去金光寺捉拿妖怪 唐僧对八戒说道 八戒 你也随悟空 一起去降妖吧 于是 锦衣卫 陪同着悟空和八戒 一起前去了金光寺 他们驾着云 很快就来到了金光寺门口 看见门口 有两个小妖把手 一个是黑鱼精 一个是黏鱼精 悟空冲上去 割下来他们的耳朵 和下唇 对他们说道 快去告诉你们的大王 叫他把金光寺 上面的佛宝还回来 要是不照办 他们一家老小就休想活命 两个小妖精 可怜兮兮的 跑到宫中 向老龙王和驸马爷告状 九头驸马 披着红色豆篷 手持月牙铲 跳出洞中 对悟空喊道 孙悟空 过来送死吧 悟空一听 怒火中烧 他抡起金箍棒 冲过去 就要跟九头驸马 大打出手 他俩在空中 打得不可开交 你来我往 谁都不甘示弱 难解难分 八戒剑缝插针 他看见九头驸马 处于弱势 就偷偷的跑到他的背后 举起钉扒打下去 谁知道 那妖精有九头十八条腿 背后也长着眼睛 他看见八戒冲了过来 就地一滚 现出了圆形 原来是一条一丈多长的九头虫 他凌空腾起 想要逃回宫中去 悟空见此情况 立马追上前去 劈头一棒 可是那九头虫 倒也灵活 他往旁边飞窜出去 一口咬住了八戒的脖子 八戒大叫一声 扔下钉扒 在地上打起滚来 悟空叫道 八戒 你没事吧 在这个空当中 九头虫 一口咬住了八戒 并把八戒抓回了宫里 悟空又气又急 他想了想 系上心来 他变成了一只螃蟹 潜到水中 他记得上次 偷牛魔王的屁水晶晶寿时 来过这里 他按照上次的路线 一路游到了牌楼前 看见龙王一家子 正在给九头重庆宫 他看见了八戒的九尺钉扒 靠在殿外的柱子上 心想八戒一定就在附近 悟空爬到走廊下面 果然 发现八戒在这里 八戒被吊在柱子上 一动不动 竟然呼呼睡着了 悟空上前 用蟹钳加断了绳索 嘲笑起八戒来 你这呆子 绑在这里 都能睡着 八戒从柱子上 掉下来 摔在地上 这才清醒过来 他用手揉揉眼睛 立马感到一阵剧痛 他大叫道 哎呦 猴哥你怎么来了 我的脖子好疼啊 悟空回道 你的脖子 肿得像个馒头 一定是中了那妖怪的毒 我去帮你想想办法 随后 悟空叫八戒 在牌楼底下等着他 他去帮八戒 取来钉扒 八戒接过钉扒来 让悟空上岸去接应 自己举着钉扒 就打进宫去 八戒在宫里 挥舞着钉扒 煞时间 宫里的门窗 桌椅 珍贵的器皿酒具 都被打得粉碎 宫女 侍从门 大叫着 从宫里跑出来 龙子龙孙们 惊慌失措 无处躲藏 宫中乌烟瘴气 乱作一团 这时候 老龙王 气急败坏地冲出宫里来 喊道 是谁这么大胆 回我皇宫 害我子民 我可绝不留情 说吧 看见悟空 正对着他哈哈大笑 老龙王就亲自冲上前去 准备拼命 结果悟空一棒子 就把老龙王的头打烂了 随行的龙子龙孙 吓得抱头鼠窜 九头虫 悲痛地回宫 给老龙王收尸 悟空 八戒跳到岸上 凑在一起 要商量对付九头虫的对策 忽然 他们远远地 看见二郎神 领着眉山六兄弟 还有天鹰 天犬 驾着云 正往这边赶来 悟空正想上前去 向二郎神求助 又转念一想 当时他大闹天宫时 与二郎神有过节 就派八戒 上前寻求帮助 八戒急忙跑到二郎神身边 向二郎神做了说明 然后说道 齐天大圣求见 二郎神听了 就停下了车马 派眉山六兄弟去帮助悟空 他们来到龙宫 发现龙子龙孙 正在给老龙王办丧事 悟空大吼一声 杀进了宫殿 把龙子的头 打了九个窟窿 九头虫听见外面有动静 就带着瞎兵蟹降 前来一看究竟 谁知道 对方也是人多是众 还有二郎神 前来助阵 他没来得及逃跑 就快要被一拥而上的 眉山六兄弟团团围住 只见那九头虫 不慌不忙 旋转飞旋拔地而起 绕过了眉山六兄弟 飞到二郎神的身边 正要张开大口 咬下去 笑天犬 突然窜了出来 一口 就把九头虫的一颗头咬了下来 那妖怪 再也不敢恋战 就往空中飞去 悟空他们也不再追赶 进入龙宫 把那个佛宝 从宫中寻找出来 带回了金光寺 他们看见公主 还在宫中 没有逃走 八戒举起钉耙 正要一耙打下去 被悟空一把拦住 说道 八戒助手 还是放他一马 留下他去见国王吧 二郎神 和眉山六兄弟 见悟空大功告成 就告辞 继续前行了 悟空八戒 下云回到了济赛国 那里正在举行盛大的仪式 国王和唐僧 来到金光寺 悟空把设立佛宝 放回到塔顶的宝瓶中 又将九夜灵之草 放进塔顶 宝瓶里温养 煞时间 塔顶霞光万丈 光芒四射 又恢复了往常的辉煞 国王按照悟空的意思 把金光寺 改名为赤剑护国福龙寺 并写了新扁挂在上面 随后 国王在皇宫里 大赦宴席 好好地宴请唐僧师徒一番 他们在城中 留守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悟空确认没有任何危险之后 他们才离开济赛国 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